美國國務卿泰勒深週日表示 由於在古巴的美國外交官出現多宗的健康問題 美國正在考慮關閉美國駐古巴的大使館 泰勒深在CBS的面對國家節目中表示 美國正在評估中 對於一些個人所遭受的傷害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美國已經讓一些人回國 正在評估情況 至少有21名美國外交人員 遭受到美國國務院所說的導致各種徵狀事件 包括聽力損失、腦震盪、頭痛、耳鳴 甚至有注意力不集中及忘記了普通詞語的問題 部分加拿大外交官及家人亦受到影響 一些人感到震動或只是部分房間聽到巨大聲響 調查人員認為這可能是聲波襲擊所致 還有人未有聽到聲響 但後來亦出現了徵狀 美聯社的報導說 雖然調查人員已經探索了聲波或電磁武器的可能性 但沒有發現兇手或裝置 這些情況最初發生在去年年底 最近發生的時間即是今年8月 華盛頓國會議員對這宗事件表示擔憂 上星期五五名共和黨參議員聯名寫信給蒂納 要求美國關閉駐古巴大使館 同時驅逐古巴全部駐美國外交人員 古巴大使館 什麽 靠 靠 靠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